嗨大家好,這也是現代奇術的線上youtube版本 我是Shirley 我自己對於古人的愛情故事也是蠻感興趣的 因為像在一個傳統思維框架下 感覺好像還可以保有一些純真單純的愛情 今天就是要跟大家聊到的是楊貴妃這個人 那楊貴妃大家想到她是四大美女之一 她的身材可能會稍微有點風雨 這也是大家耳熟能想的 那但是因為她的身材其實也不是現在大家認定的一個標準女生 那現在有很多健身、運動女孩、肉肉女的出現 其實就沒有改變我們美的定義 其實就是自信就等於美嘛 那楊貴妃其實我們也有一個非常熟知的師仙李白 她曾經也敗倒在楊貴妃的石榴拳之下 那這樣楊貴妃到底有多大的魅力呢? 另外啊楊貴妃她是一個現代女性的代表 她竟然敢跟她的老公也是唐玄宗吵架 而且吵到唐玄宗想要把她趕出去 而且曾經兩度把她趕出宮 那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呢? 今天的現代起書告訴你喔 公元七百五十五年 安入山以清軍策 扮陽國中為名 起兵叛亂 冰封直指長安 史稱安史之論 這場來得又急又猛的叛變 讓毫無防備的唐玄宗兵敗如山倒 慌亂中帶著楊貴妃 楊國中逃往四川 但造化弄人 楊國中的逃亡保命之旅 卻讓她提前踏上黃泉路 在戰亂中被士兵亂刀砍死 殺 貴妃不死 我等絕不受命 楊國中的死 楊國中的死 無法消滅叛軍的憤恨 他們認為楊國中亂政 楊貴妃媚主 才會引發安史之亂 不誅殺楊貴妃 難為軍心 難震士氣 因此叛軍繼續圍困唐玄宗 唐玄宗在重人的壓力下 不得不刺死楊貴妃 一代美人就此相消欲允 在馬微波 結束僅38年的短暫人生 楊貴妃傳奇的一生 宛如唐朝 由盛到衰的縮影 而她和唐晨宗的愛情故事 即便時代巨輪運轉千年 依舊令人津津樂道 唐玄宗用千年等待賭上性命 換來與楊貴妃相戀 可是唐玄宗始料未及 在她和楊貴妃之間 居然有第三人 導致他們嚴重口叫 唐玄宗放而把楊貴妃 趕出宮的事件 歷史上還發生過兩次 楊貴妃第一次被逐出宮 是在天保五年 根據《開源傳信記》記載 太貞妃常因杜媚 由雨親上 尚怒慎 招高麗氏以滋送還其家 照理來說 妃子間的針鋒吃醋 是很正常的 那麼玄宗為什麼這麼生氣呢 這很有可能是因為 跟傳說中 玄宗早期寵愛的梅妃有關 在楊貴妃進宮之前 唐玄宗獨鐘梅妃 是等到日後楊貴妃進宮之後 才漸漸冷落梅妃 所以後來被冷落的梅妃寫了一首詩 請訴自己的相思之情 托人交給唐玄宗 而唐玄宗看到之後 想起過去鄉主的點滴 於是宣梅妃進宮重信 楊貴妃她就會吃醋了 覺得說你怎麼可以喜歡別人 而不是喜歡我 你沒有把這個全心全力喜歡我 然後就跟皇帝就起了爭吵 這是第一次她被趕出宮去 我是千古杜婦 她是冰雪美人 好啊 你就把我廢了 把我趕出宮去 這樣也別讓我回來了 但我們看這趕回去的時間 有多長 一天 早上趕出去 晚上就接回來 所以她時間沒有很長 而且她去接回來的時候 就是用大禮去接 譬如說唐玄宗跟她吃飯 她就說 我的這個飲食的器具一半 就賜給她 所以是很風光地 再把她接回來 有點像床頭草床尾河 而且感情又更好 人總是好了傷疤忘了痛 四年後天保九年二月 唐玄宗又一次把楊貴妃送回娘家 這次又為了什麼呢 字字通見只簡單寫了六個字 楊貴妃附五指 到底什麼叫做五指呢 有兩種說法 一種說法是 楊貴妃出軌了 楊貴妃當時偷拿了寧王的子玉笛 而且按照原來的曲調開始吹奏 玄宗聽聞之後 看見她竟然吹寧王的子玉笛 非常的惱怒 於是竟然就跟楊貴妃指問說 這個笛子寧王吹過了 他的口水還在上面 你竟然就這樣子吹得下去 那楊貴妃回嘴說 玉笛可比不上奉諧 那陛下被奉諧勾涉都還當沒事 置之不理 怎麼就責怪我呢 那這次翻起唐玄宗寵姓梅妃的舊賬來著 所以後來唐玄宗一火大 就說要把楊貴妃給撵回去 那知道楊貴妃聽了之後 連聲說撵回去儘管撵 唐玄宗騎虎難下 只得要內侍張濤光 把她給送了回去 其實吹笛子是古人 一種含蓄的說法 他的真實意思 就是楊貴妃和寧王的關係 非比尋常 有的歷史學者認為說 寧王的笛子這件事情 可能不是真實的 因為寧王早就去世了 寧王在開元年間就過世了 他是這個唐玄宗的哥哥 應該不是這個寧王 那也有人主張說寧王叫李憲 可能是李憲的兒子 是這個時期的繼位的寧王 他跟寧王之間發生了這種 不可告人的這種關係 還有一種說法 說這次楊貴妃五指 是跟她的姐姐有關 原來楊貴妃還有三個姐姐 同樣美艷絕倫 但都年紀輕輕就守寡 那楊貴妃得寵之後 就把三個姐姐 通通接到長安來 那唐玄宗愛屋及屋 特許她們可以自由出入宮門 並封她們為一品夫人 在這三位夫人中 國國夫人最為漂亮 也最豪邁不羈 一般的貴夫人 她們出門的時候都坐車 她偏偏要騎馬 而且玄宗也是個有豪情的皇帝 一個美人她不愛紅裝愛武裝 而且出門的時候還會騎馬 這就顯示了她有一種獨特的魅力 詩人章戶寫了首詩《吉林台》 意思是說唐玄宗見的 這別具風情的國國夫人 似乎也有了非分之相 那可能是言語之間被楊貴妃察覺 那楊貴妃吃得結結得出 一氣之下頂撞了唐玄宗 唐玄宗才會一火大 又把她趕回家 三郎是皇上 要重新別的女人我不能攔著 可是我三親就是不行 高麗宗 奴才才 江貴妃送還債 陛下... 而這回唐玄宗之所以把她撵回去 除了教訓楊貴妃之外 也有另外一個目的 就是殺殺楊氏家族的銳氣 所以她不像上次沒幾天 就把楊貴妃給迎回來 而楊貴妃看到皇帝如此絕情 只能每天以淚洗面 而楊家人也不斷地跳腳 生怕失去權勢 所以後來找了皇帝的寵臣吉溫 來幫忙說話 這時候就發揮了勸見的功能 就是說你這是內功的事情嘛 應該在內裡面去處理完就好了 怎麼可以弄得這樣 反正就是給了唐玄宗一個說法 那唐玄宗就覺得吉溫這個人的勸見 是有道理的 他就想把楊貴妃給接回來 楊貴妃看到皇帝派人來看他 淚流滿面 馬上伏地認錯 還剪了自己的一撮頭髮 由內侍帶回宮中獻給玄宗 玄宗一看到貴妃的親思 立刻就心軟了 於是又派了高麗氏 把楊貴妃接回了宮中 等到他回宮之後 他們的感情更加的融洽了 唐玄宗楊貴妃歷經幾許風波 農情蜜意絲毫未減 反而越來越濃厚 卻有野史指出 一代才子李白和楊貴妃之間 有著不清不白的關係 一切得從公元七百四十二年 李白入朝為官說起 唐代著名的詩人裡面 沒有幾個是不想做官的 李白生活的時代 科舉制度還不是很完善 所以很多人是可以憑著 寫一首好詩而被推薦做官 這就是所謂的乾頭行卷 也就是把自己的作品 遞給當朝的高官 以博取名聲 藉此來獲得官職 那代照漢寧在唐朝 唐玄宗的這個時代 其實是一個閒缺 換句話說就是 皇帝身邊的像弄城一樣 我今天需要你來 銀師作對 那就是施代照來 唐玄宗讓李白以代照漢寧的身分 跟隨她和楊貴妃出遊 李白在旁銀師佐信 這份工作說起來簡單 但是當風流才子遇到絕代佳人 肯定會碰撞出偌大的火花 李白這首讚美楊貴妃的詩句 非常地含蓄 在字禮行間 李白將心愛的女人 比作花兒 比作嫦娥 借詩傳情 表達內心炙熱的情懷 莫怪乎在很久 很多的戲劇 以他們兩人為題材 說他們兩人有情愫存在 究竟是怎麼樣的情深異能 才能寫出刻骨銘心的詩句 打動了三千寵愛再一生的楊貴妃 李白讚美楊貴妃比趙飛燕更漂亮 傳說中的烏山神女與楚香王 歡好也只是傳說 哪比得上楊貴妃受到玄宗的恩寵呢 但因為李白講得太過情深意切 所以有人認為李白以楚香王自比 是感嘆自己是 鏡中看花 水中望月 無法得償所願 李白的詩 從默默欣賞楊貴妃 轉變成濃烈的相思之情 最後還大膽地跟楊貴妃表白 無視唐玄宗的存在 清平調三首基本上都是在讚美楊貴妃 讚美楊貴妃的時候 她是用那種比喻的手法 用各種這種比喻 說她有多美多美 你可以知道她的想像力是相當奇特的 這是不是代表說她暗戀她 我想這就是詩人的浪漫的情懷 她不敢 因為楊貴妃是唐玄宗的妃子 如果你去暗戀她 你知道這後果是很嚴重的 李白暗戀楊貴妃 也許只是後人的意測 認為郎財女貌相當匹配 才會有諸多聯想 不過迷倒眾生的楊貴妃 到底是憑藉著什麼方法 讓唐玄宗對她痴迷不已 甚至讓大詩人白居易 在長恨歌裡寫下 春宵苦短 日高起 從此君王不早朝 來形容唐玄宗只愛美人 不愛江山的光景呢 儘管楊貴妃的美是眾所皆知 可是她也有一個怪習慣 就是晚上睡覺會打呼 而且她的打呼聲不僅整晚不斷 聲音還非常響亮 那可以想見楊貴妃本人 當然是倍感苦惱 可是很有意思的是 唐玄宗不僅不以為伍 而且還情有獨鍾 為什麼呢 因為唐玄宗常常做噩夢 常常做噩夢的時候呢 反而楊貴妃在那裡睡覺的時候 打呼的時候 反而能夠減少她的噩夢的侵擾 每次跟她在一起的時候 她可能會覺得比較安心一點 據說楊貴妃除了晚上會打呼 還有一個不為人知的缺點 正出撲的時候 總是聞到一股香味 正就是給這種香味 燻得好像醉酒一樣 哪有什麼香味會燻的 有... 陛下你幹嘛 肯定不是你 就是這種香味 去...別胡說了 那就是有糊臭 那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楊貴妃煞費苦心四處求醫 只是這種天生的味道靠藥物 只能治標 不能治本 那此時有個下人為她出了個主意 說是可以在淋浴之時 在水中加入花瓣 花香嗑糊臭 也許就能解決這個問題 於是楊貴妃經常讓工女採集大量的花瓣 擠出裡面的花枝塗在液下 洗澡的時候更會把花瓣灑在水裡 洗完後大大中和了她液下的糊臭 反而更香 從此以後 花瓣玉就成了她的一大嗜好 而且衣物每天都要用名貴的香料熏香 可以說是香氫朝野 後來楊貴妃又發現了一個新方法 那就是泡溫泉 白居易曾寫到 春寒刺玉滑青池 溫泉水滑洗凝汁 形容的就是楊貴妃特別喜歡泡溫泉 泡完溫泉之後 容光煥發 香氣息人 讓唐玄宗更加臉香惜玉 楊貴妃可以說 深得唐玄宗的寵愛 而且到了後來 甚至唐玄宗是獨寵楊貴妃一人 白居易在《長恨歌》中 就將兩人的愛情故事 渲染得淋漓盡致 可是讓人感到奇怪的是 楊貴妃至死也沒有為唐玄宗 生下一個孩子 為什麼呢 有人說是因為楊貴妃過於肥胖 那也有人說是她喜歡喝酒 但這兩點說會影響生育 都欠缺說服力 而現代醫學 則提出一個新的解釋 說她不能生育 跟她所用的一種 護膚配方有關 那這個護膚配方 就是洗肌丸 它可以讓你的皮膚變得很好 很光滑 但是副作用就是 你沒有辦法生孩子 原因是裡面有一份成分 叫色香 他們就說可能是因為這個成分 導致於不孕 玉環 朕 只想跟你生個孩子 就像百姓那樣 玉環不想母平子歸 這一生 只要你一個人 就足夠了 楊貴妃專寵十餘年 膝下無一子伴女 仍享受著與皇后同等的待遇 儼然就是六宮之主 既然如此 為什麼唐玄宗 不直接立楊貴妃為皇后呢 主要是受到唐朝皇室 慣例的影響 因為從唐高祖禮淵到唐瑞宗 除了唐高宗先後有 王皇后跟武則天之外 其餘都只有最多一位皇后 那這使得唐朝皇室 子立以後成為慣例 唐玄宗朝 王皇后死後 欲以武惠妃為皇后 遭到了朝臣的反對 理由有以下幾個 第一 如果以武士後人為國母 將會取笑天下 第二 太子並不是武惠妃所生 容易引起宮廷紛爭 由此可見 永立國母是極為慎重的事情 是不宜貿然的來更換 或者是再立皇后 最重要的一個原因是 這個皇后立兒會很麻煩 因為她曾經是她的媳婦 你等於把這個事情 又招告天下 她可以是你的寵妃 但如果當皇后 這個人曾經當過你的媳婦 你想想看 如果唐玄宗在現在 她一定會被罵死 在當代她也不好受 她也會被批評 即便唐玄宗沒有給楊貴妃 忠公之位 但她用整個大唐王朝 為她倆那份濃烈炙熱的情感 做了最佳見證 證明了楊貴妃在唐玄宗 心裡的地位無人能及 楊貴妃和唐玄宗的愛情故事 應該大家都耳熟能想吧 但你知道嗎 楊貴妃她竟然也還有一個前夫 那前夫竟然是唐玄宗的兒子 叫做壽王禮貌 哇 那這樣子不就是公公搶走的媳婦嗎 那講到壽王禮貌 你可能不知道這個人 他這樣子 他又可憐 又是一個邊緣人 所以我們今天要來好好介紹他 那壽王禮貌 他就是一個 夾帶著天生優勢出身的人 他爸爸是唐玄宗 媽媽是武惠妃 那這樣子大家就覺得說 他應該會登上儲君大位吧 但很可惜的是 壽王禮貌啊 他在娶了楊玄之後 就開始了他的悲慘人生 哇 那這是所謂的紅顏禍水 是因為楊玉環嗎 還是禮貌他本身的個性使然呢 接下來的故事告訴你 我家玉環 一旦佳績變鳳凰 王妃變皇妃 天下就沒人不乾淨的歌功頌德 把個亂倫之舉 散沒成個男婚女愛 放死 唐勝宗舉辦皇宮酒宴 十八皇子壽王禮貌怒言喪喪 到底他是罵誰 男女亂倫 話說在公元七百三十五年 他曾是獸王禮貌 並媚鎮取的獸王妃 但誰知道五年後 唐勝宗居然看中了 兒媳婦楊玉環的美貌 你就是搶了我太太嗎 搶了我老婆嗎 這有可能是會發生戰爭 說不定他就滿成金帶黃金甲 殺進來了 因為這個 我的這個綠帽子戴成這樣 讓唐勝宗父子返目的楊玉環 身於紅農陽氏 高祖父楊汪 是隨朝的上駐國 唐初被唐太宗李世民所殺 楊玉環的父親楊玄 曾擔任過蜀州私戶 不幸的是 在楊玉環十歲左右 楊玄去世 年幼的小玉環只好到 洛陽投靠 熟父楊玄角 寄人離下 或者看人臉色的日子 足足有六年的時間 六年後 楊玉環出落的婷婷玉立 童年適逢唐勝宗女兒 嫌疑公主大婚 楊玉環應邀出席 也就是在這一場宴會上 壽王李茂對楊玉環 一見鍾情 情人眼裡出席時 年輕貌美的楊玉環 深深吸引著壽王李茂 李茂迫不及待想要抱得美人歸 一轉頭就像父親唐玄宗 和母親舞會妃 請求將楊玉環賜給她為壽王妃 我壽王李茂 愛壽王妃姚玉環 會想愛我自己一樣 公元七百三十五年 楊玉環以師父楊玄角長女的身分 受封為壽王妃 和壽王李茂兩人 就像是熱戀中的掃情侶 濃情蜜意 感情好到劃不開 射王妃沒事吧 好啊你 古異啊 天怪我 是妳自己亂動的 其實楊玉環可以當上壽王妃相當不容易 因為壽王李茂是唐玄宗 最寵愛武惠妃的兒子 將來極有可能取代太子 入主東宮 換句話說 壽王妃未來可能是太子妃 甚至是母仪天下的皇后 所以武惠妃使用極其嚴格的標準 來評比媳婦 不論是家世背景 品性樣貌 詩世才藝都得是人中榮鳳 才能入得了壽王府的門 李茂的一生有兩位對她非常重要的女人 一位是她的母親武惠妃 另外一位就是她的前妻楊玉環 本來李茂是非常幸運的 母親武惠妃得到了父皇的專寵 妻子楊玉環美貌而多才 父親又是正直開源盛世的玄宗 可以說是人生的勝利組 但這樣的幸運也是不幸的開始 因為這兩個女人直接改寫了她的一生 李茂的母親武惠妃 是武則天執孫女 特別受武則天寵愛 自小養在宮中 而唐玄宗即位後 也疼愛武惠妃 甚至還想要為了她廢後 雖然被群臣阻擋 但她所受的待遇都跟皇后相同 基於愛屋即屋 玄宗對李茂也是非常地寵愛 武惠妃想讓自己的兒子當太子 於是伙同李林甫 陷害了當時的太子李茵謀反 導致太子被廢 太子李茵 武王李瑤 八王李聚 替家入宮 圖謀不顧云 博去王爵 便為庶人 四死長安東義 唐玄宗一日連殺三子 武惠妃成功替壽王李茂 剷除了絆腳石 撲平了通往储君的康莊大道 現在只差臨門一腳 只可惜武惠妃害死李茵等人後 心中有鬼 總覺得冤魂鎖命 所以年紀輕輕就被下死 而李茂被立太子之事 也因此被割製 武惠妃一死 壽王李茂 罪也沒有強力的後盾 原本拓手可得的太子大衛 也隨著唐玄宗的王妻之痛 越來越遠 武惠妃死後 唐玄宗悲痛異常 後宮佳麗三千 沒有一人可得勝心 根據舊堂書 後妃傳的記載 這時候有人向唐玄宗建議 楊玄妍的女兒姿色灌帶 移蒙招見 這個有心人是誰 有人說是駙馬楊迴 也有人說是宦官高麗士 但不論是誰 都迴避了楊玄妍的女兒 就是受亡禮貌妻子的事實 於是唐玄宗在不明就裡的情況下 便把這位大夥都稱讚的美人 叫來跟前一看 像唐玄宗這樣的老男人 他看他的媳婦的時候 就覺得跟一般的女人很不一樣 他很帥真 很多感情是單純又直接 他喜歡這樣一個單純的感覺 不知不覺愛上了這個女孩子 再來就是他多才多藝 他能夠跳舞 他舞跳得很好 然後本來唐玄宗也是一個 音樂天分很高的人 藝術天分很高的人 他看到楊貴妃的時候 又覺得楊貴妃跟她是很能夠相合的 所以他們在藝術上面 就相互的吸引 公元740年 55歲的唐玄宗 遇到21歲的絕代美人楊玉環 而且還跟自己興趣相投 榮興大悅 但是唐玄宗還沒有老眼歡歡到 認不出來 眼前的家人就是自己的兒媳婦 那麼該如何得到她呢 礙於這個時候楊玉環還是自己的兒媳 於是就決定先讓楊玉環 以玄宗母親窦太后祈福的名義 出家為寧 等待時機成熟後再召回宮中 禮貌遭逢尚母之痛後 還好有個善解人意的妻子楊玉環 多方安慰跟鼓勵 哪知道這形同支柱的美艷妻子 後來卻被老爸看上 可以想見此時的禮貌心中有多苦悶 尚母之痛還沒走出來喔 偏偏又有多妻之恨 做兒子的能夠說什麼嗎 不能啊 他最後的靠山已經沒有了 他的媽媽已經過世了 然後他的爸爸又喜歡他現在的這個老婆 所以他為了要鞏固自己的一個地位 那也就只好戴了這頂綠帽子 唐玄宗會想說這個兒子也算是乖啦 你就是把你的媳婦把你的老婆讓出來 那我總要還給你一個老婆吧 對不對 幹什麼你們 放開我 送王爺 放開我 你幹什麼呀 我不帶那個 快快快 快點送王爺入洞房 所以他又另外介紹了一門婚事 尾事 讓禮貌再去娶別人 這樣也算是還給兒子一個公道 當然這個公道其實不太厚道 可憐的禮貌被幾個標形大漢強迫入洞房 禮貌為了保住小命 把所有委屈 憤恨都往肚子裡吞 尷尬的狗活於世 因為禮貌對太子之位還保有一絲希望 他依然相信父親唐玄宗搶走了他的老婆楊玉環 讓他丟盡臉面 那麼唐玄宗就要給他更大的補償 除了太子之位沒有其他的東西 足以彌補他心裡所受到的傷害 太子之位也不會給禮貌 那萬一禮貌上來當太子 那楊慧妃怎麼面對他 之後這個稱謂要怎麼叫 那就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所以唐玄宗他其實是有想到這一點 所以他就立了另外一個兒子李亨 讓李亨上來當太子 命運乖傳的李茂 有一代帝王為父 有寵冠六公之母 更有寢國寢成之妻 卻不想擁有一切的富貴王爺 得承受常人所不能 若有來生 李茂恐怕不願再生於帝王家 現代社會中的我們一定覺得 男女之間絕對容不下第三者 但是在古代貨公家例三千 有多少個第三者啊 就算是極寵愛於一生的楊貴妃 她在宮中生活一定是非常膽戰心驚 而且每年都有更多年輕漂亮的女生入宮 宮中的財富、權勢也是非常吸引人的 其中有一個情敵就是被封為梅妃 那這個人讓楊貴妃恨得牙癢癢 恨不得叫唐玄宗立刻殺了她 那究竟梅妃有多大的魅力呢 一起來跟我觀賞接下來的宮斗戲碼吧 陛下將子回宮 給陛下下起安 恭喜陛下 好 公元七百四十五年奉旨修行的太真道士 也就是你我熟知的楊玉環 被唐玄宗遮回入主後宮 成為唐玄宗的新寵 在還沒有側封為貴妃前 宮人們暫時稱呼楊玉環為太真娘子 暗喻著楊玉環跟唐玄宗的男女關係 在楊玉環尚未入宮前 梅妃可是罪得唐玄宗盛心的人 開園年間高麗氏初始福建 眼見江彩瓶出落大方年輕漂亮 於是就把她選入了宮中 伺候玄宗 梅妃擅長復詩 自比才女謝道運 平時淡妝素服 卻有一種民進秀麗的姿態 非常受到玄宗的寵愛 她有很多的才藝 譬如說她會跳金鴻舞 她這個金鴻舞 一點也不會輸給尼昌魚一曲 所以她在舞蹈上面 才行上面是相類似的 而且她的詩文 她的藝術表現是很好的 身世也是不錯的 她的父親也當過官 所以這樣的一個官患的身份 跟她的一個多才多藝 就這樣多才多藝又多情的 唐玄宗看上 就給了她一個梅妃的稱號 梅妃光是跳舞 就讓唐玄宗魂不守舍 她曼妙的舞姿 讓唐玄宗 在宴請王公貴族的時候 特別喜歡招梅妃半嫁 但是卻讓梅妃 常常遇到無禮的舉動 民間傳說 有一次玄宗 讓梅妃撥開柳城分賞諸王 到了漢王那兒時 漢王悄悄地用腳踩梅妃的鞋子 梅妃立刻從宴會場所退了出來 等到宴席結束後 唐玄宗還是不見人影 親自探望梅妃 那看到梅妃臉上 悠悠不欲之色 一問之下 才知道是漢王調戲她 那此時唐玄宗安慰她說 面對美女不能致詞 這也是情有可原啊 不過她由得梅妃如此任性 也可以看得出 她對梅妃是有多麼的寵愛 儘管梅妃看似容寵不斷 地位也沒有絲毫的影響 可是自從楊玄華受封為貴妃後 梅妃再也跟恩寵扯不上邊 梅妃傳裡面所寫的 就是說兩個 一個是梅精 一個是胖婢 胖丫頭 胖丫頭就是楊貴妃 其實唐玄宗兩個都愛 胖丫頭有胖丫頭的好處 梅妃有梅妃的優點 所以她去想到了梅妃 然後就把梅妃給找來 宣旨 叫梅妃來 是 陛下 宣旨 遵旨 去 宣 梅妃前來辦嫁 是 俗話說小別勝新婚 沒想到這稀鬆平常的 皇帝靈性非平事件 居然也能掀起宣然大波 哪知道隔天一早 唐玄宗睡過了頭 被楊貴妃直闖隔前 那唐玄宗慌張的把梅妃 抱到夾木中藏了起來 結果楊貴妃一到閣中 劈頭就問 犯菜狼籍 床底下又有女人留下的鞋子 昨晚是什麼人陪陛下睡覺的 喝醉喝到太陽都出來了 還不去臨朝聽證 陛下你現在就可以出去見大臣了 我在這裡等著陛下回來 面對如此咄咄逼人的楊貴妃 唐玄宗不悅的說 今天身體為樣 不去臨朝聽證 楊貴妃見唐玄宗如此敷衍她 氣得直接回自己的寢宮 舊愛始終敵不過新歡 唐玄宗從此 再也沒有找過梅妃 一次梅妃看見義使回京 問了身邊的人 義使是來禁貢梅花的嗎 但禁貢的非但不是梅花 反而是唐玄宗為了討好楊貴妃 所精心準備的禮物 貴妃娘娘 聖上值得自己昨天有時典雅 現在還後悔呢 祝福老奴來看放娘娘 靈南新鮮的荔枝 聖上親自採摘的 梅妃知道唐玄宗為了楊貴妃 居然可以從領南 命人把荔枝送來今世 就明白了自己恩寵不在 於是想找人幫她寫信送給唐玄宗 表達自己對玄宗的思念之情 但是皇宮裡 竟是些屈顏覆勢的人 根本沒有人願意幫梅妃寫信 所以她就只好自己寫 把自己的情感給寫出來 那其實她能不能寫可以 她是才女她也寫了 只是寫了唐玄宗我們看到沒看到 就是被楊貴妃給擋了下來 擋了下來以後呢 她就覺得這個梅妃如果存在 對她是一個威脅 那楊貴妃對唐玄宗說 江妃下賤 用隱語來發洩對皇上的怨恨 希望皇上賜她自敬 唐玄宗聽了默不作聲 應該也是不忍心對梅妃下此毒手 雖然唐玄宗沒有聽信楊貴妃的話 下令殺了梅妃 但是梅妃的下場依舊令人唏嘘 民間傳說 安史之亂爆發後 玄宗帶著楊貴妃逃往四川 後來楊貴妃被刺死在馬圍坡 至於梅妃呢 她為了不讓判賊侮辱 更要保住自己的清白之身 於是便用白布將自己層層包裹 跳下枯擠而死去 評論後回朝的唐玄宗得知 梅妃在冰亂時投井全結 更加愛憐這位已世的妃子 然而梅妃是否存在 有學者提出質疑 但無論如何 梅妃的故事仍感動人心 古代受寵的美人看似都非常幸福 卻必須要經歷宮中的明爭暗鬥 如今我們享有的是自由戀愛的風氣 應該是非常幸運啦 希望你會喜歡今天的楊貴妃的故事 我們下次現在起初見囉 請幫我按讚訂閱分享開啟鈴鐺喔 掰掰 請吃點隨便 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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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